até吼了妳的身體 我們上一堂課已經針對 什麼是身心學 什麼是身心到的教育 它一些基本概念有一些認識 我们了解到身体智慧 身体觉察的重要性 那当然还有更重要的是 怎么用你的身体 所以我们在上堂课 已经认识了一些身体的结构部位 还有主观用的概念 那这一堂课呢 我们希望能够介绍你 怎么去动你的身体 我们真的动法很多 有很多不同的质感 你可以轻轻地动 你可以有控制有力量的动 或是有闪动的动 那这一堂课呢 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教具 帮我们去体会我们的身体 那当然最重要的基本功 我们会从呼吸开始 呼吸是非常重要的基本功 各派的身心技法 或是我们东方的一些练习 都会从调习 所以呼吸是最重要的一个练习 那但是大多数的人呢 在做呼吸常常犯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们不自觉 我们常常呢 一吸气呢 人家就会把胸口往前顶 像这样一吸就往前顶上来 或者是呢 肩膀就会不自觉地一吸就怂起来 所以都非常的短 没有办法做深呼吸 但真正的深呼吸应该是 肩膀放松 胸口放松 它是三度空间的 前后一起 左右一起 还增加还有上下 所以它是三度空间的一个动作 如果你可以让这个动作做正确呢 你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深呼吸的练习 它不只可以学习放松 还可以做调整作用 那我们怎么样来让孩子学习 细长的呼吸不是只是短的 还有体会这个三度空间的感觉呢 我们可以透过一些小道具来进行 第一个我们来先体会细长的呼吸 你可以用吸管来练习 你可以一手持着 然后另外一手呢放在前端 不要塞住哦 就一点点空间 你呢鼻子吸 然后嘴巴细细地吐 吐出这个空气呢 用你的手指头去感受它的温度 当你越吐越细长的时候呢 温度会慢慢地越来越高 表示你越吐越深沉的这个空气 所以你可以透过这样的练习 让孩子专注下来 然后去感受每一个细长的呼吸 好我刚刚看同学们做的动作啊 大部分同学都做得很好很专心 可是有小的同学呢 你们在吸的时候会变成 一个肩膀怂起来了 可是你可能不知道老师提醒说 诶你肩膀怂起来了 你才想到就下去了 这个就是一个习惯 我们常常在呼吸的时候 常常可能用了哪些部位 特别的想去用力 可是你不知道 所以老师提醒你 诶你要去听到 诶这叫解了 你要赶快放松 这就是身体的声音 你听到了 很快放掉 你不吸 需要用到这边吗 不需要 我们上次教过 对不对 胸手关节跟胸腔是分开来的 胸腔就胸腔动 你不需要用肩膀去动你的胸腔 所以肩膀要尽量放松 然后呢 慢慢的吸 慢慢的能力 那我们可以透过长毛巾的使用 整个身体要包裹在一起 那我们握的地方呢 就这样握在这个中间的段落 但是我们不是窝这边 我要对面这边 好 握在中间 然后我们可以打对角 拉开 好像一个交叉的动作 好 原力吸气 吐气的时候就向两旁边拉开 这时候你把气吐出来 整个胸腔肋骨是缩小的 然后吸气 三度空间的前后左右都胀大 来吐 好 通过这样的一个练习呢 我们可以避免 就是每次吸气就是往上手 而忘了整个胸腔这个三度空间的感觉 今天介绍了两个基本的这个呼吸练习 一个是透过吸管 体会那个细长的呼吸 另外一个是透过毛巾 来体会胸腔的三度空间的一个感受 其实呼吸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本动作 透过呼吸的体会 你不仅可以专注到你自己的身体上 那你可以达到一个自我觉察 静心 甚至到治疗疼痛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练习 下来我们来做一个暖身的活动 非常棒 叫做身体彩绘 大家知道什么叫身体彩绘吗 是的 猜看看彩绘 你一想到彩绘是什么 颜料 我也没有把它铺在你身上 颜料铺在人身上 嗯 还有呢 画在你的身体 画在我身体上 画脸 画脸 脸谱啊彩绘 还有呢 找别人破油漆 找别人破油漆 嗯 都不是耶 我们要利用身体彩绘 这个练习呢 去松我们的身体 所以呢我们要透过想像哦 在地板上呢 有一层你最喜欢的颜料 然后你的身体要在上面滚 滚动的过程当中呢 就让那个颜料很均匀的涂满你的全身 想像的 透过这个动作 这个想像 你的身体会产生很多螺旋的动作 你看你 你不会这样硬 这样硬对不对 你一定会滚 你滚的时候 就有螺旋的动作发生 那这会打破我们平常 很多时候 都是线性的动作 我们比较少螺旋的动作 这螺旋的动作 对我们的身体来讲 是非常好的 而且是非常自然的动作 老师示范给你们看 你要把自己想像成那个 阿米巴变形虫 让你的身体 每一寸肌肤 都去接触一下地板 让你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很均匀的涂满你身体 每一寸肌肤 整个身体像阿米巴变形虫一样 很柔软的 很柔软的 交给的 均匀的 映然像你最喜欢的这个颜色 很多同学呢 都会犯的一个毛病呢 就是 他没有办法连续的交给 不可以这样子喔 这个啊 这个你变成是 印在上面对 你要很慵懒的滚过去 你的皮肤才会很均匀的 涂满这个颜色 这样了解吗 要不要试看看 要 好来我们试看看喔 来 你的手背啊 有些部位 有的太快了 对 还没涂上颜色 就掉过去了 慢一点 很慵懒的 好像在床上賴床一样 很慵懒的 让身体的每一寸肌肤啊 都涂满你最喜欢的颜色 很好 好 有同学 翻了不同的角度喔 用身体的不同部位 去跟地板 好 好 很好 眼睛闭起来 真的去听一下你的身体 然后你的脚 可以有不同的角度打开 然后让内侧的大腿 也去能够涂到地板喔 很好 阿米巴变形虫 通过身体彩绘 我们会打破很多习惯的动作 因为我们平常都比较是 线性的动作在进行 那身体彩绘 因为你在地板上滚动 让身体的每一寸肌肤 要去碰触地板 所以身体自然会产生很多螺旋的动作 那这种动作形态呢 会让我们身体的 就是肌膜跟肌膜之间 叫做有Fuzz 这种体液呢 可以把它溶解掉 我们每天早上起来 如果你觉得早上起来怎么紧紧的 事实上就是肌膜跟肌膜之间 产生的这种分泌物 那这种分泌物 如果你在没有动的情况下 它就慢慢地就会沾黏的现象 但是你只要透过这种很轻柔的 蠕动的动作 螺旋的动作 它那个体液就可以把它溶解掉 就变成润滑液 会在我们膜跟膜之间 产生一个很好的一个 动作的支持 如果说你平常一个受伤 伤了以后呢 你一天不动 两天不动 慢慢的这些体液 它就沾黏住 它沾黏的住了 可能就慢慢就整个僵硬在那里 疼痛会更严重 所以如果透过这种很轻柔的 蠕动的动作 可以把这个体液呢 溶解掉 就不会有沾黏的现象 所以身体彩绘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 动作练习 每天早上起来 你可以在床上赖一赖 做一下彩绘的动作 就可以把身体很轻松的松开了 要测身起来 他刚刚有测身 可是后面又怪怪的了 来 我们来试试看看 躺下去 如果要测身 你会怎么起来 一样哦 我一数到二十哦 来 先躺下去 拜拜 你不要管别人 做你自己的 你的身体 你想想看 你要怎么测身起来是最省力的 好 来 开始 一 二 三 四 才四而已耶 五 都已经做到最后了 六 五 辛苦哦 七 八 九 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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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四 十六 十六 十八 十八 二十 你每次Hold在那裡 好辛苦喔 還是不省力耶 老師今天要教你們怎麼樣省力的側身做起來 跟我們的身體結構很有關係喔 我們剛剛說過 它為什麼會往下掉 地心引力 對不對 好 我現在躺著 地心引力在哪裡 在它的背後對不對 所以我如果手拿起來 我如果放鬆它會怎麼樣 掉下去 我如果這裡起來呢 掉下去 所以也就是說 我如果剛剛你們剛剛好多人都這樣起來喔 你這裡要怎麼樣 肚子是不是要用力 不用力它起得來嗎 起不來 都很辛苦的對不對 如果一放掉 敲到頭了 所以這是費力的 所以我說要側身起來 側身往這邊或往這邊都是順著地心引力 剛剛有同學側身了過去 可是呢 又來了 又在抵抗地心引力了 有沒有剛剛有同學這樣 好辛苦喔 這樣起來好費力的 而且人家半徑這麼長 所以怎麼辦 又在這裡怎麼辦 用手扶到位置這樣走 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我們盡量讓身體所有的部位置 盡量沿著地板來移動 是最勝利的 你只要一舉起來往上 你就是要費很多的力氣 所以基本上我們都不會正面的起來 那你可以選擇像這邊或像這邊 原則上我們先往那邊走 來 過去 這個手輕鬆地掛來 一邊螺旋一邊曲 這個腳一頂到以後 可以身體就過來了 然後我們手繼續往前 前而繼續走 跑到這邊 你可以想像喔 這個骨盆在這裡 像一個翹翹板一樣 我這邊一捲往下 讓你的脊椎一結一結一結 頭是最後 頭最後才到腿子的位置 這整個過程是最勝利的過程 這樣是勝利還費力 費力 因為它體離開了對不對 所以應該勝利是怎麼樣 兩個腳要怎麼樣 一邊轉一邊曲腿 哎呦呦呦 這樣 一邊曲它就比較容易轉過來 你看這裡是一個杠桿 我這樣一轉它是不是就過來了 手也可以跟著身體 這是沿著地板 一邊螺旋 這是最勝利的方式 你看我可以倒帶的喔 過去跟回來 好我到了這邊 這個腳跟啊一推 我身體是不是就像杠桿一樣 就推過來了 對不對 好然後剛剛到這邊 又有小朋友又這樣起來了 這又費力了 對不對 所以怎麼辦 你看 剛剛說腳縮短半徑 然後呢你繼續前河往地板走 手從底下穿過來 你就可以什麼樣 從尾椎腰椎一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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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很重喔 最後才到 這樣理解嗎 這是最勝利的過程起來 大家知道水草吧 水草的質感是甚麼 水草的質感是甚麼 柔軟 欸它在大海裡面對不對 它跟長在那裡 可是呢 大改這邊吹它 這個可以倒動 它是一個很柔軟的感覺 我們現在就要用身體來體會這樣一個質感 那我每天生活動作的非常緊張一種力量 我現在希望它就是另外一種力量 可以感受生態的鼓勇 來小朋友幫我看一下 不過是水草 它是大海 大海會不同的角度去吹動的水草 所以它不同的部位觸碰 它觸碰也很溫柔 那大海不會那麼用力的這樣打 大海一定是很溫柔的 瘦的這個水草 試看看 不是水草嗎 任何部位都可以 是水草 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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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多不同的部位我要回應 啊 所以孩子們要學習 怎麼樣去尊重別人的身體 用輕柔的方式去碰觸別人 同時你要去思考 欸 我用哪個部位 怎麼樣的方向 欸 它可以有什麼樣的回應 當然你可以有進階班 進階班你可以有不同的方向 兩個力量進來 但是始終是保持輕柔的 身體非常的輕柔 欸 幫忙的同學你要不同的方向 給他的海水輕柔的波塌 對 所以水草它是非常輕柔的喔 身體是連續的喔 而且不同方向的 水草練習啊 基本上可以讓我們身體 產生那種連續性的動作 從一個點發生 其他的部位跟隨 那希望可以透過這樣的質地練習 讓你體會什麼叫做連續的感覺 而且可以改變我們 不同的使用方式 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常常都是比較 斷裂的 或者是直接的 比較少輕柔的 連續的這種動作質感 透過這種練習 我們可以增加更多的身體可能性喔 這個遊戲單元呢 叫雕刻家 我們透過對身體的這種雕塑 來學習怎麼樣控制身體 那我們一樣是兩個衣組 他是木頭 我是雕刻家 那我可以任意的去選擇不同的部位 擺好位置 他就停好不動 他就停好不動 所以他的肌肉要控制在那邊 所以你可以嘗試各種方向的動作 就像是在雕刻一個木頭一樣 那這位同學他就要學習怎麼去掌控他的身體 而雕刻家人去思考 他有哪些姿勢 哪些關節 尤其這是在關節上產生的動作 有哪些關節 是我可以去操作的 這些動作會形成什麼樣的一個心態 那這樣的一個練習呢 對身體的控制是一個非常好 而且他質地是 比較是穩定的 肌力的訓練 好 我是木頭 快起來 好 所以你要控制了嗎 你要 啊 你以為老師多想 好 我可以 我可以 好 我可以 你以為老師 我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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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完成啦 OK 所以你的身體要控制在那裡 喔 他們擺在哪裡就擺在哪裡 喔 不會在那邊笑啊 也不會晃啊 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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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你擺 在那邊跪移 平板 不像木頭 一直晃啊 不像木頭 一直晃啊 一直晃就 對阿 木頭不能動阿 再來呢 這樣 老師等一下 你要告訴我啊 你不跟我講 然後 就會這樣子嗎 喔 可是剛剛我看到好多木頭都在晃欸 然後這邊擺欸 你要完全的靜止喔 我才看得出來你是木頭 我才看得出來你是木頭還是雕刻的人 知道嗎 連表情都雕出來了 有不同的空間啊 對 表情都雕出來了 可以有表情 欸 要聽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表出各種各樣的造型 讓身體呢 在不同的空間 因為平常你自己有些空間位置是可能不會產生的 透過別人的雕塑 你可能會發現你原來還有更多的可能性 這個單元是燒養遊戲 燒養遊戲呢 是一個非常好的自然動作的一個探索 透過一個外在的刺激 你學習怎麼去閃躲 所以在反應上啊 協調啊 敏捷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練習 那我們來試看看怎麼進行 那這個 他是被燒養者 我們有兩個位置 一個是在躺姿 那我是燒養的人 基本上呢 你不一定要直接突出到人家身體 就是給他一個 好像一個外來的刺激 這樣 這樣的一個方式就可以 我們可以不同的角度 他身體就要去回應我 他自然有很多的本能的動作會出現 而且是快速的 好 這是在躺姿 也就是限定他都是在這個最低的水平位置 不然很多小朋友會一直滾來滾去 好 盡量讓他在最低的水平位置上 做不同方向的這個閃躲 那第二個位置呢 自身起來 我們要在這個跪姿的位置 跪姿的位置呢 他可以動到的陣子就是以脊椎為主 好 我們大部分的人呢 脊椎整個身體是僵硬的 那透過這個閃躲 你可以很自然的讓整個脊椎鬆開來 好 那試看看 你看 你可以盡量在不同的角度去刺激他 刺激他 他的身體自然的 就要去閃躲你 會產生很多的本能性的動作 透過搔癢遊戲 可以讓我們打破一些習慣的動作 平常你習慣的姿勢都這麼做 可是今天透過一個外力 如果這樣一進來 你身體有一個自然閃躲 不舒服的這種本能 你就會產生一個本能動作 那對反應來講 或者是打破習慣來講 都是非常好的 但是呢 在練習的過程當中 要特別注意 因為小朋友他們在戳的時候 有時候會很 力量會控制不了 會很大的力量 那有的時候產生了一些 不舒服的感覺 所以在教學的時候 要特別去叮嚀孩子 你要很有禮貌地 尊重別人的身體 輕輕的碰 而且是快速的 事實上沒有碰到 你用聲音 噗嚕這樣的聲音方式也可以 小朋友非常的喜歡 而且很快的就可以玩起來 那我們也發現了 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他有可能會一直到處亂跑 所以要限定他一些空間 比如說我們剛剛做的是 地板上的 他在櫃枝上的 那我們也可以在坐枝上 你可以限定他空間 在那裡去做閃躲 他就會到處亂跑 請怎樣用力量跟別人溝通 而且是隔著棍子 你絕對不可以拿到棍子 去戳人家 去打人家 我看到這個行為 是要這樣站在旁邊出發 找朋友看別人玩 或者在你玩 所以你一定要很尊重別人的身體 所以拿到棍子 待會我們要跟人家 用你的手的力量跟別人溝通 我們要對話 你可以感覺到彼此的力量 對不對 我如果離開 你如果空的對不對 沒有 那個好像要不要我 然後我如果過去 他如果空的 你給我力量 還有我很紮實的在那裡 但是不需要很大的力量 我們只要把棍子維持好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可以開始 他要拼我我也要拼他 所以我們開始會有這樣的動作喔 只要把棍子維持很有默契的頂住 讓他聽到很力量 你們可以試看看動作 好啊 好 要不要試看看啊 好 來 看看你們 棍子盡量掉的越少越好 好 看哪一種最重要的尖峰都不會掉的很好 對 遊戲當中請你用手和指頭 很清楚的頂住這個力量 跟對方頂住 你去感知 當你力量送出去的時候 他給你的回應是什麼 彼此要真的頂到 所以我們在過程當中 盡量這個棍子不要掉了 如果你突然空掉 這就很容易掉 所以動作一定是慢 透過這個力量的給予 彼此好像在對話一樣 那你確定已經可以感知到對方以後 你可以開始有空間上的變化 也就是說你知道他在那裡 但是你又有自己的方向可以去走 好 這個練習呢不只力量的感受 你還有對空間的感覺 他就挑戰成就更高了一點 好 我們可以一樣先感受一下彼此 力量真的頂到了 確定 誒 我說的話你聽到了 好 我們可以慢慢的開始去玩 你也不知道會發生什麼 所以到了不同的位置 你要去解決問題 誒 這裡我怎麼過來 彼此的關係是什麼 非常重要的一個 彼此的溝通的 只是我們不用語言 我們用身體的力量 那我們可以呢 兩個人 三個人 四個人 五個人可以是人數增加 非常挑戰 而且需要團隊的合作 我們可以有高或低 但注意要聽別人喔 可以再慢一點點 你看 當你來不及的時候 他就會掉落了 所以呢每一次呢 你一定要去聽到別人 如果你一直跑一直跑 他來不及了 他就會掉落 所以一定要去聽到彼此對方 你可以主動的去穿梭 好 但是呢 要留意一下 跟別人的關係 如果卡住了怎麼辦 想辦法解決 想辦法解決 太多了啦 等等 等一下 來 盡量是不用聲音喔 盡量要用彼此的對話 如果你過不去了 你趕快向前一步 或者是 怎麼樣去解決這個問題呢 除了感知自己的身體 去感到感知到別人的力量 當然還有團隊的合作 怎麼樣可以讓大家 除了自己之外 別人之間的關係 怎麼樣讓大家可以 很順暢的 完成這 所有的動作流程 當然這過程當中 你會看到很多的不同個性 有些人會很主動型的 有些人是非常被動型的 可是在這裡面 大家怎麼樣彼此的合作 Teamwork 其實可以透過這個遊戲裡面 來達成 當然這個很好玩 但是也有小朋友會投機 像他們有的就會偷偷的用抓的 抓的方式 要告訴他們 這樣是違規的喔 一定是要用頂的方式 所以他要確定 確實的真的去用力量 去跟對方講話 這個課程呢 我們介紹了幾個單元 透過基本的呼吸練習 然後還有一個是身體彩繪 身體彩繪是一個非常好的暖身活動 然後還有一個是側身起來 側身起來也是一個基本功 你怎麼樣放鬆了之後 找到最省力的方式起來 這三個基本練習呢 都是我們在進行任何 身心動作教育課程 一定會最開始學習的東西 那後面呢有四個單元 第一個是水草遊戲 那這個水草遊戲是透過這個水草的意象 去產生身體這種柔軟流暢連續的這種動作質感 那第二個呢 雕刻家 他是透過這種對身體結構的控制操作 你要去找到你的核心找到你的穩定 是非常好的一個控制力的訓練 那第三個是搔癢遊戲 透過一個外力的進入 你怎麼樣去做閃躲的一個動作 刺激你的反應 你的協調 那最後一個是棍子遊戲 那棍子遊戲呢 透過跟別人的關係 因為在身心學裡面 我們除了覺察自己 還有自己跟他人之間的互動 所以透過一個很簡單的棍子 你可以去感受彼此的力量 那這個過程當中 彼此去合作 彼此去溝通 怎麼樣可以讓這個動作很流暢的發生 而且過程當中 也可以去學習怎麼樣解決一些問題 那剛開始在教這些動作的時候 或者這些課程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都會覺得好奇怪喔 然後都身體很僵硬 但是一定有耐心的告訴他們 這是非常重要的 你怎麼樣去聽 怎麼樣去跟你的身體對話 慢慢的他們都會改變了 曾經有一些小朋友 他們剛開始要靜下來做呼吸練習 都像毛毛蟲一樣 但後來經過幾次練習以後 他們一進了教室他們就靜下來 老師我再做呼吸練習 是會改變的 所以我相信 只要透過老師們願意設計跟安排這樣的課程 孩子們一定會從身體內在去學到他自己 我喜歡棍子 因為可以自己解決問題 我喜歡棍子 我喜歡雕刻家 因為可以任意操控他人的身體 我喜歡木棍遊戲 因為可以和別人培養默契 我喜歡燒養遊戲 因為可以訓練反應力 我喜歡燒養遊戲 因為可以練習閃躲 你太貪了 你太貪了 和一個紅包 我應之後 看到我不太貪貼了 你未找到